我們現在來拔鬍子 拔鬍子很痛 這台機器要出現 班名的來了 班名 這個也好可愛 他其實很可愛 班名很痛 很痛對不對 通常你要測驗 等一下你那個痛感 我們先用手來測一下 這個好像電話 等一下 妳好 來 微微 他一直在收 有感覺嗎 有 麻麻的 好痛 真的嗎 真的 真的 有耶 好痛 大家有去曼過敏嗎 我可以試試看嗎 好 你可以體驗那個感覺 小心 小心 怎麼了 有拔毛對不對 有 對 對 我知道會有一種 對 對 就是因為它像是那種 很多捏毛器在臉上這樣 對 有點像拔眉毛的感覺 對 我們現在要用這個來幫妳 拔一下毛 鬍子嗎 對 但是大家有去搬過嗎 沒去過應該也有看過 有看過它要圖一扯白粉 對 白粉 這個滑石粉 這個滑石粉它的重點是什麼 它讓妳整個皮膚比較 軟滑 妳那個棉線比較容易去夾到毛 然後再來是 它至少有一個隔絕 所以妳的皮膚不會那麼痛 就是像這樣我們就是先塗上 在我們要拔毛的部位 我們先塗上我們的滑石粉 好 還有鼻頭有一些粉刺還是什麼 都還會長毛的 其實也可以 應該要拔嘛 不要去擠它 對 不要擠它 你可以用拔的 它反而會更改擠 好 那我要開始 好 那要這樣嗎 來 妳要轉過來我這邊 然後稍微繃一下下 就很像比如說我們去 班民的時候那個 阿嬤都會請 對… 很聰明 阿嬤 好噁 其實我後來發現 你不要這樣 我實驗過這麼多個 我後來發現是 有的人是心理痛感 超過於生理痛感 就是他心裡會覺得好痛… 然後當我機器一下去 我根本有時候還沒碰到 他就已經開始 而且在拔這個時候 因為它是一個DIY的東西 所以我會建議 那個動作要快 就是你的動作要快 因為它是棉線在夾毛 所以你不會讓 我們從這裡看過去 整個畫面好滑稽喔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就蠻可愛的啊 妳從下巴來喔 不只出鬍子 連妳的臉毛都在幫妳出 就是班民啊 班民 很痛耶 那個很痛 真的很痛 那個下巴幫我稍微鼓起來 對不對 這裡會比較痛 而且安琪第一次來 我們節目對不對 真的嗎 真的啊 第一次來真的啊 第一次來就是痛 痛徹性腿 等一下那個除毛刀再來多幾支送 看看 那這個很乾淨耶 好 忍一下就過去了 好 咬一咬就 這可以拔鼻毛嗎 很難 因為伸不進去 不是 它是說長出來的 長出來 然後就這樣 好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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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比較適合會敏感的人啊 除了這樣 像我這樣擦拭排打之外 你可以再把它敷著 好 好 就是如果說沒有這個拔後 沒有處理好就會紅腫 對 就會紅腫 好乾淨喔 有把這個白色擦掉 亮的 有耶 比較亮耶 而且很亮 對 你看另外一邊 比較會變嫩吧 對 這邊比較 黑 而且這邊比較垂 對 而且那個 它這裡還有一些小砍毛 好漂亮喔 因為這邊就很亮 你看正面 你看正面 有沒有 有差耶 而且一邊的那個 法令紋比較深耶 對 所以真的要除毛耶 很有差耶 因為它會有陰影 我們都說毛會有陰影 所以它就會讓你的皮膚看起來 好像灰灰暗暗的 對 現在怎麼樣 你看痛一下馬上就好了 那我可以再痛一下 這一邊嗎 妳是不是覺得痛 我現在 這時候就覺得痛 不值得的對不對 一點都不痛 那妳試看看這個吧 妳要試嗎 不要了… 對啊 我可以試試手給你看